我们走,十字目光扫过雷队,身体果断倒退,一旁的卵牙与蛮鬼同样这般,迅速退后。 许青眯起眼,望着雷队走向狼群的身影,看着其全身灵能爆发,对狼群形成的威慑。 他脚步没动,手中铁纤薇台,寒芒鱼千尖闪过。 小孩,你知道雷队为何是队长吗?远处飞跃离开的十字,传来摇摇的声音。 并不仅仅因为雷队远超我等的宁气六层修为,更多是他身为队长在面对危机时的担当与判断。 十字声音传来的同时,一声轰鸣于其所在之处回荡。 那是二百帐外的一棵大树,被十字以手中之弓抽断,轰然落地。 满轨也是如此,链牙同样举动,一棵棵大树落下,形成遮拦的臂障,留一个空隙作为出口后,十字与链牙没有停顿,再次及持。 唯一手盾牌,一手狼牙棒的满轨留在原地,靠在一棵大树旁,如一座小山,守在了那里。 与此同时,雷队那边也漠然爆发,双手闪耀刺目之芒,冲入狼群。 所过之处狼群但凡与其碰触,必定血肉崩溃凄厉而亡。 只是狼群太多,很快雷队的身影就被淹没在内。 只有轰鸣与狼嚎,不断地传出,远处的十字,此刻也出来低吼。 小孩,来与我们会合,有你出手的时候。 许清心底判断出这是雷霆小队的作战计划,于是不再迟疑直奔满轨。 满轨咧嘴一笑,指了指,身后的缝隙出口。 许清看了他一眼,从缝隙穿梭而过,向着远方的十字与蓝牙追去。 很快,他就看到清理出一片区域,以树木阻挡了四周,在那里忙碌的蓝牙。 他从身上取出诸多的粉末,扑散在周边,更是咬破手指, 以鲜血于地面画下外人看不懂的图案。 察觉许清后,他没时间说话,眼神示意许清快走。 许清目光扫去,没有迟疑飞速掠过,直至在蓝牙后面二百丈外, 他看到了蹲在一棵大树上的十字。 此树极高,仿佛是一个能对战场一览无余的制高点。 蹲在那里的十字,望着急迟靠近的许清,传出低沉的话语。 我身后方向,二百丈外,你来负责。 许清重重点头,对于雷霆小队的作战计划已了然于心。 一跃而去,到了二百丈的范围时,他立刻扫过四周, 没去改变任何环境,而是藏身在一处灌木下的淤泥中。 与在废墟城池内狩猎一样,一动不动。 就在他藏身的一瞬,远方更强烈的轰鸣声隐隐传来。 树木遮挡,许清看不见八百丈之外的景象, 但他能感受到那里战斗的激烈。 实际上的确如此,此刻,八百丈外雷队的身影从狼群内一冲而出, 即便他是宁气六层,可在不能过多消耗下,也难免出现狼狈之意。 好在他对自身灵能控制很敏锐,保留了一半状态, 在黑林狼的追击中,撤向满鬼。 满鬼凝笑,手中狼牙棒猛地抬起, 在雷队从其身边越过的一瞬,狠狠砸向追来的黑林狼。 至高位的十字,双眼也于这一杀凝神,手中强弓漠然拉弦。 一支支灵能化作的箭矢带着尖锐的呼啸声, 划出一道道风痕,落向狼群,辅助满鬼。 七历四吼再次回荡时,雷队已离开满鬼所在之地, 向着拦牙靠近,他的身后满鬼独自一人,如山林大地,阻挡一切。 就这样,藏身在淤泥内的许青,看到的第一个归来者, 就是于卵牙与十字身边呼啸而过的雷队。 雷队从许青一旁飞驰,于光扫了眼他藏身之处, 没时间开口只是点头,就立刻去了二百帐外, 盘膝打坐吞下白丹,休整的同时,也为下一轮出手做准备。 这就是雷霆小队的撤退计划。 雷队身为最强者,最先阻拦,满鬼则是第二波拦截, 快要历劫时他会撤离,阻拦狼群的任务将被卵牙继续完成, 然后是十字。 周而复始,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各自有休息的时间。 这是最适合在意志浓郁、禁区内的小队协同战斗方法。 而其中最累的,就是雷队与十字。 前者阻拦时间最久,杀狼最多,为身后队友争取大量的时间。 至于后者,除了自身要作为拦截狼群的一环外, 还要在制高点上为队友撤退时的安全做保障。 可以说,每一个人的安排都很重要, 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彼此的默契与信任。 这就是拾荒者小队吗? 许清碌碌坚定,藏身不动,随着时间流逝, 很快他看到满鬼气喘临近的身躯。 又在片刻后,望见了蓝牙捂着胸口, 面色苍白的身影。 最后一个从他身边持过的是十字。 他面色冷峻,看似如常, 可许清还是感受到他身上灵能近乎枯竭的波动, 他的身后,狼群密密麻麻似吼追击。 路过许清这里时,十字仿佛有些迟疑。 我可以。 许清看出对方未雨之意,沉声开口。 十字没说话,一晃离开, 瞬息间,狼群呼啸而来。 掀起的风吹过许清的面孔, 带着腥臭之味, 尤其是最前方的十多头, 全身漆黑眼睛赤红, 浑身上下散发出凶残与疯狂。 显然雷霆小队第一轮的作战安排, 使他们受到了不小的死伤, 血腥的刺激下, 让这些黑林狼变得狂暴无比。 此刻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藏身的许清, 正要追击十字。 可就在他们到来的刹那, 一把匕首漠然飞出, 呼得一声临近, 直接刺入最前方那头黑林狼的额头。 力度之大, 瞬息贯穿。 这黑林狼发出凄厉之音, 骤然毙命, 尸体带着惯性落地的同时, 许清身影化作残痕, 奔雷而出。 手中黑色铁钳闪耀寒芒, 猛地刺入一头黑林狼的眼睛里, 贯穿头部后, 他身体一晃, 左手握拳, 用力轰向身后扑来欲偷袭的第三头狼。 狼头骤然碎裂, 鲜血见了许清一身。 刹那击毙三狼, 许清身影再次晃动。 他的速度于这一刻完美显露。 整个人无比灵活, 如杀戮的罗刹, 在狼群内游走穿梭, 目光冰冷, 出手果断。 随着黑色铁钳的锋芒, 一头头黑林狼死亡前的惨叫, 传遍四方。 他身上的狼血越来越多, 双手更是被染得鲜红, 虽黏糊糊, 可抓着的铁钳依旧牢固, 铁钳的颜色, 此刻也变成了赤色。 只不过狼群分布, 终究有一些从他身边飞跃而过。 还有一些爪牙, 在他身上留下了伤口。 可在许清的速度下, 前者被他勉强冲出阻拦, 而后者, 他紫色水晶恐怖的恢复力, 在这一站发挥了奇笑。 一切皮外伤都在几个呼吸中快速愈合, 即便是较重的伤势, 也不再流血。 这一幕, 因他全身被狼血弥漫, 所以外人看不清晰。 而相比伤势的痊愈, 他体力的恢复才更为恐怖, 整个人的持续战力, 得到了惊人的延续。 于是渐渐地, 他四周狼尸遍地, 眼睛里灵力越来越寒, 坚持的时间超越了所有人, 使得四周的狼群, 竟也都出现了一些被其震慑之意。 远远看去, 阳光穿透浓密的树叶, 灵散落在他的身上, 折射出的光在其全身鲜血弥漫中, 仿佛将他化作了一道血芒。 而这一幕, 也被他身后二百帐外的雷队 与更远处至高点的十字看到。 二人都心神掀起波动, 显然被许青的狠辣与坚韧所震动。 小孩, 撤退, 雷队默然开口。 许青还有余力, 可他也感受到了灵能的严重损耗。 紫色水晶虽可以恢复体力与伤势, 但灵能的损耗无法弥补。 好在他是炼体, 不像卵牙, 没了灵能就无法出手。 但终究还是有些影响, 使他不得不去吸收四方混合浓郁抑制的灵能, 手臂异化点的刺痛越发强烈。 所以在听到雷队的话语后, 许青没有迟疑, 立刻后退。 可就在他后退的一瞬, 狼群里一头眼睛并非全红, 而是单眼黑色的黑琳琅, 一跃而起, 扑向许青。 许青目中寒芒闪耀, 手中铁铅化作血痕, 漠然间将其头颅穿透, 身体刚要继续后退, 但就在这时, 斑驳的阳光下, 他不知是不是错觉, 这具坠落的黑琳琅尸体, 其影子仿佛扭曲起来, 竟在地面向着许青这里飞速蔓延。 而此地的阳光只是零散, 并非浓郁, 所以这一切让他无法第一时间确定, 下一瞬, 那影子就与他的身体碰到了一起, 许青身体猛地一震, 一股难以形容的邪恶之意, 刹那就要侵袭全身。 可就在这寝刻间, 那被埋入胸口, 除恢复例外从始至中 没有任何异动的紫色水晶。 竟在这一刻漠然震动, 一股寒流从内爆发出来。 随着爆发, 那种被邪恶侵袭的感觉刹那消失。 而这寒流来得快, 消失得也一样快, 转眼间就无影无踪, 紫色水晶也恢复正常, 如以往一样, 一动不动。 许青一愣, 但此刻来不及多想, 身体恢复后, 它急迟倒退, 而方才的一幕, 也都是瞬间发生, 所以无论是雷队还是远处的识字, 都不曾发现丝毫。 此刻在许青退后中, 雷队迈不迎来, 目中残留震动之意。 你做得很好, 快去后方休息。 生活在禁区深处的黑琳琅, 洗衣至浓郁之地, 而外围区域相对深处意志淡了不少, 所以不管他们因何出现, 他们不喜欢这里, 只要久攻不下, 必会自行离去。 说完, 雷队全身灵能爆发迈着大步, 向着许青身后追来的黑琳琅冲击过去。 满鬼的身影也飞速到来, 显然是他在后面等了许久, 心底也因时间的太长而焦虑, 此刻到来, 看见许青全身的鲜血, 以及不远处那无数的狼尸后, 他也吸了口气, 上前就要去扶住许青。 无妨, 许青没让对方搀扶, 回头看了眼雷队, 最终在满鬼敬佩的目光下, 快不远去。 路过鸾崖时, 他似乎也得到了消息, 看到许青后神色带着震撼, 想了想, 从身上取出一个皮带扔给了他。 许青接过, 摸到里面丹药的形状, 心底已知晓是何物, 于是向鸾崖道谢, 在鸾崖的目光里, 飞速远去, 直至看到了十字。 十字于竖棺上默不作声, 向着许青点头, 目中的认同很是明显。 许青也没说话, 轻轻点头示意, 到了最后方时, 他才找了个位置坐下, 吐出一口浊气, 拿出白丹吞下三枚。 随着丹药的融化, 他开始吸收四周的灵能恢复。 时间流逝, 半个时辰后, 许青睁开了眼, 精神的疲惫得到了缓冲, 可目中却露出一抹迷惑, 他发现自己体内的意志, 似乎并不是很多。 于是, 撸起左手的袖子看去, 眼睛里的迷惑, 刹那变成了精疑。 他手臂上的异化点, 居然少了一个。 可修为明明还是炼体二层, 且经历了之前的厮杀后, 非但没有减弱, 反倒是随着此刻的恢复, 似比之前还要精进。 尤其他记得很清晰, 之前厮杀时因被动吸收灵能, 手臂两个异化点都有强烈的刺痛。 至于白丹, 许青之前不是没吃过, 效果不会如此惊人, 但此时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除了紫色水晶寒流瞬间爆发之势, 影子邪恶之意水晶爆发寒流。 许青眯起眼, 回忆之前那诡异的一幕。 他确定自己所看影子碰触自己之事, 绝不是眼花, 也更不是阳光散落的错觉。 于是他仔细回想水晶爆发寒流的一幕, 似乎在那一瞬, 侵袭自己的邪恶之意, 被寒流卷走, 吸入到了水晶内。 吃了? 许青有些惊疑地猜测。 好久没登录, 觉得起点很陌生, 都不会操作了, 看见你们说绝色卡, 说卷名的事, 于是倒过了好久, 才弄明白, 添加了卷名。 第一卷, 金哲。 金哲反映的是自然生物受节律变化影响, 出现萌发生长的现象。 是自然生物受节律变化影响,